这球擦网了重发 这球擦得非常紧急 就是打重复球 打到每次的同一个落魂 所以打到整首位置 这球擦的手感也是相当的好 因为横板在台内调打下水球 也是难度非常大 而它特别非常地好 这就是出其故意 攻其部队 突然搓大了梅夫的正手共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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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好看前面两本难度已经非常大了 已经带都能够回来 你看翻手这一半也是 好帅现在落后一分 6比6 开局好帅是一直落后 但是呢好帅现在已经把 冰冰冰冰了 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王立琴是 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首先注入了半决赛 另外呢 卡尔松队无上赢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是无上仪比4比3去胜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为您转播 男子跟打最后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由 文国阵对阵 世界排名第二的马铃 现在是梅兹 现在是梅兹请求的三sta л他说我 morality 他拔起到下面的球箱 连队四季就非常困难 然后就要了个展触 中国队在石冰赛的男子单打当中 已经夺得了12次的世界冠军 其中的张哲栋是三连冠 康月华和江家梁是两次获得的冠军 孔明辉在43届获得冠军 刘伯良45届 王立琴是46届 现在梅子是以6比7落后 康月次获得更多 赵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好色又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十比六 梅子是改变了发球方法 现在开始用反手发球 好帅的比11比7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双方是打赏了三比零好帅领先 中国南队在去年的奥运会上 南丹金牌没有拿到 这个韩国的表情也不知道 然后在上一阵的士兵赛上 这个也是失掉了南丹金牌 我想这一届士兵赛 在最南丹这块奖杯呢 这个奖杯一定是处在必夺 对 应该来讲前段时间 刘国梁教练也提出过 一定要把南丹冠军拿回来 应该来讲从目前的形式来看 应该是对中国的非常有利 如果好帅赢了这场球 赢了梅子 前四名我们将有三名左右 这样保险系数是比较大的 第48届士兵赛选择在五一长假举行 也是经过了非常慎重的考虑 首先是经过气象专家预测 认为这几天的天气非常适合 咋乒乓球比赛 另外五一长假也非常适合 全国的观众来观看 在中国举行的士兵赛 另外也非常方便上海市民来观看这场比赛 在上海还专门修了一个地下通道 这条地下通道就直接从地铁站 一直通到体育馆 这样上海的市民来看比赛就非常方便 好帅是打了两条斜线打了两个大脚步 非常漂亮的一条银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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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了 好像反应非常的快 你看这个球管 马上就摆了一把管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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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